安徽省 明堂山 因為漢武帝風勢不難幕天柱山時 切派祭之明堂 因而得名 每逢11月亦是今秋的時間 作為一個新開發的景點 這個地方應該怎樣玩呢? 我們是一個視頻 話畢讓大家知道 我們馬上去片 全城市外戶手機和 DJI 韓拍機 今次挑戰的旅行士是齊齊玩家旗 湖北安徽今秋 龍天團 接上回 上回說到我們是行程中的第一天 由香港出發 前往湖北省省會武漢 昨天在視頻上說得不好 這是互報行 不是互報港 我自己都沒有留意 不好意思 互報行 昨天我們在武漢住一間非常漂亮的酒店 早餐時間是7時開始 位於酒店的三樓 早餐來說 叫做不過不失 我自己吃了兩碗麵 100個肚子就OK了 然後就正式出發 開始我們的行程 我們今天是8時出發 亦是整個旅程之中的第二天行程 開始行程 因為這是行程團 我們會到哪裡呢? 去到安徽省一個新景點 是近年斯海法的新景點 叫做明堂山 可能你聽到要去安徽省 我們明明在湖北省 其實這個地方是屬於安徽省 但在湖北省 是屬於嘉惠港的地方 我們由武漢出發 大約3個小時就到了 我們去到那裏先吃飯 我們今天吃的餐廳叫做明堂山酒店 我們吃完飯後 我們就正式出發 由酒店走出來 大約2分鐘就到了 沒錯 景區來說 都是有一輛景區車 然後駁地上山 這樣才可以收多點錢 這是明堂山的景區地圖 如果適合的朋友可以保存下來 首先告訴大家我們在哪裏 我們在右下角 也叫做明堂山酒店 我們要乘坐景區 去到索道站 整個景區總共有幾條索道 我們會乘坐2號索道 因為1號索道正在升級 所以1號索道那邊 全部都不能去 包括最高的金鑽峰 亦是去不到的 大家可以死了一條心 2號索道上去之後 你可以選擇去青松寧景區 也是最多人選擇的景區 或者你可以選擇另一條路 上去主峰那條路 亦是最難走的那條路 當中所謂的玻璃棧道 和玻璃橋 都在這一邊 但之前你要經過一段樓梯級 大概45分鐘左右就可以上去上面 本身青松寧景區和主峰景區 有條飛鑊去連接住 但因為可能是太危險 或者是沒有人玩 所以它是關掉了 去不到 好 說回我們現場 現場來說 我們上了景區車後 大概一分鐘兩分鐘 叫做上一上山 然後我們就下車了 你不要以為是直到索道站 當中來說 我還要多走15分鐘至20分鐘的時間 才到達索道站 大家會見到 1號索道正在裝修 這裡正在搞大工程 所以上面那些地方 全部都去不到 我們唯有坐2號索道 前往青松寧景區 或者是主峰景區 下面那幅港澳圖告訴你 最多人去的地方叫做青松寧 也叫做黃金1號線 這個就是2號索道 1卡來說我是坐龍鬼朋友 為何要四輛列車一齊來 拍照好看一點 告訴你 這裡景區很多人 排隊 纜車也這麼多 你想想 而這輛纜車是很慢的 我本身很短的路 要勉強拖長距離上 差不多上了10分鐘至15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達山頂 我們上到山頂之後 有兩條路 左邊就走青松寧環線 右邊就走主峰景區 我選擇了走右邊 無論你是選擇哪條路都好 一開始都是走這些山路 其實都蠻好走的 然後你走主峰的話 其實還要上到那座山的上面 由山腳走上去的話 我自己走了20分鐘左右 有些慢的團友大概走了一個小時 還是一個小時多一點的時間 而上山的路程來說 類似你走萬里長城 有些是高的台階 有些是比較矮的台階 基本上你捱過了那段路之後 就一晚平穿 全部都是走平路為主 當中有個項目叫做步步驚心 你給20元就可以玩到 就可以穿越過去對面那裡 都蠻危險的 我自己也有玩 可以告訴你 真的蠻危險的 我覺得它這個景區也蠻厲害的 因為可以在一個圓崖壁 在這個窄都不容易 你現場看就會覺得 這個山蟻很斜的 基本上是去到80多度 而我自己看一下 這個時間的秋色應該是最美的 你說這邊的秋色來說 就不像東北那邊全部金 這些很明顯看到 有少少綠有少少黃 而這隻黃 差不多到尾期那隻黃 所以在這個時間去是最美的 我們大概走多幾分鐘 我們就會看到玻璃棧道的入口 我們沿著入口走進去就會看到玻璃棧道 差不多80多度 真的不是開玩笑 很斜的 而在玻璃棧道再走多5分鐘左右 大家就會看到最長的玻璃橋 整個玻璃橋的高度 按我看起碼有60米70米左右 超高 說得難輕一點 大風一點 出一催你都會害怕 這樣看未必可能真的感受到 給你們看一個韓炮畫面 這個是U型玻璃鎖 然後再看上去就是玻璃橋 你看到是很深的 你經過玻璃橋之後 你就會有兩條路 左手邊是可以乘坐飛索 去回青鬆嶺那邊 但應該是沒什麼人不玩 所以是沒有開的 然後右手邊還有一個飛索 可以飛過來我們U型玻璃橋的位置 山上的松鼠真是超級美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首詩 山上青鬆山下花 花嘯青鬆不如他 有朝一日寒霜乾 只見青鬆不見花 整個珠峰景區我用了差不多2個小時 就走完整個景區 當然有些朋友玩得較長的3個小時 我們整個景區遊覽時間 大概放了5個小時 還有些時間當然是走青鬆嶺環線 也是最多人走的環線 而青鬆嶺景區就比較簡單 全部都是走平路 不需要你上南梯之類 而那個珠峰景區 你可以選擇沿途返回 或者你繞一個大圈都可以 青鬆嶺景區是非常容易走的 大概走了7分鐘左右 你就會到達中間 亦都叫做3號觀景台 反正據我自己看 觀景台只有一個 就是這個位置 你說這邊有什麼好看 可以看上去主峰那邊 也可以看到剛才所說的玻璃塑道 或者玻璃橋那邊 整個青鬆嶺環線 我用了15分鐘不用 就繞了整個圈 那些路走得慢的朋友 我想45分鐘左右 怎樣都繞完吧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景區都是非常漂亮的 那些紅劫真的超級漂亮 所以我說最佳的時間 是這個禮拜 沒錯的了 因為你看到那些樹木的顏色 已經是開始去到 到尾會是全面的 所以我覺得最金抽是這個時間 你不可能說整個地圖 全部都金抽了 不會的這邊 這團除了我可以走兩個景區之外 還有另外兩個朋友 也可以走兩個景區 但你說相對一個行山團來說 我覺得名堂山屬於入門級 真的不算難行 而我自己覺得最漂亮的位 就是坐纜車的位置 因為在纜車上面 你會看到整座山 都是黃黃綠綠 超級漂亮 我們坐完纜車之後 我們還要走多一段路 才可以下山 這裡有另一個方法可以下山 就是玩這個漂流 整個漂流的長度是1.2公里 然後好像可以轉成20多個圈 非常值得玩 幾錢就是8.2元一艘船 一艘船是坐兩個人 每然而言之是60元一個人 如果一個人坐整隻船 就要8.2元 也是最快可以下山的方法 整個名堂山遊覽時間 我們是放5小時 結果4.5小時就差不多 我們已經人齊集合好 就上車開車走 特別住一下的名堂山 那個纜車時間 去到5點鐘 來5點鐘之前 必須要達到纜車下山 下山之後 我們就會前往餐廳 去到我們餐廳的時間 都差不多7點45分 我們今天吃的是龍家樂 也是我們齊齊玩最出名的美食會 我們吃完美食會之後 我們就回酒店了 今晚酒店叫做 一方山水海來大飯店 裡面真的很美好豪華 應該明天有人結婚 所以整個場地來說 就叫做佈置巾 好美 今晚美得我都沒有份住 我們都要出去住私陪房 私陪房都這麼美 何況下人的房間 是不是 如果想玩到這麼好玩的行程 歡迎在留言區打 我想去湖乏 我就會發資料給你 我是來香港水海道游小豆子 關注我帶你走遍大江南北